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针对于我的生死经历 整个生死经历方面呢 其实让我突然觉得新冠肺炎不是我们所想象中那么简单 当初的我其实和很多人都一样 都觉得这个病感染了 然后康复了就没事了 但是当我自己受感染过后呢 其实不只14天 前后呢应该是20多天 那整个经历呢 让我顿然觉得 其实这个病毒真的可称得上是四级病毒 因为人类的历史上已经很久没有类似这么一种可以讲是奇怪跟变异的病毒了 好 这个经历呢 我觉得它影响我最大的 其实并非病毒本身 而是病毒所引起的 在我的频道我也是有想到 就是一个叫做细胞因子风暴的东西 那细胞因子风暴呢 其实细胞因子本身呢 它就是会帮我们传递 传递这个讯息 当有病毒入侵我们身体的时候呢 细胞因子就会告诉免疫系统去产生这个免疫细胞去抵抗那个病毒 但是就是因为新冠肺炎的这个病毒呢 很特别 它会往往它会影响到整个细胞因子呢 产生了一种变化 那细胞因子本身呢 它就会传达错误的讯息给免疫系统 所以呢 免疫系统也会失常 它也会产生过量的免疫细胞跟失常的免疫细胞 反而是攻击回我们身体的器官 所以这个我们叫做细胞因子风暴 也是全世界很多人致命的一个理由 所以这个致命呢 基本上不是完全不完全是这个所谓的病毒本身 当然病毒它会攻击我们的肺部 那肺部如果受感染没有医治的话呢 那可能会有这个致命的危险 但是真正会令到我们后遗症跟更大的这个问题的产生呢 是因为这个免疫系统 所以现在也包括印度 包括很多的国家的这个致病率 致死率更高的情况下呢 都是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所影响的 而我本身呢 也是因为这个免疫系统所影响 那就知道那个情况呢 我们其实基本上是没有药可以去医治这个情况的 唯有一样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掉这个点滴 掉这个类固醇 类固醇就是Sterite 英文叫Sterite 那这个类固醇呢 一般人的那个所注射或者是掉点滴的分量呢 其实10 20mg已经是蛮多了 因为它本身会有一些副作用 那在我最严重的时候呢 就是我经过这个肺炎第四期的时候呢 基本上我所掉的点滴呢 是250mg 就是10倍以上 10倍以上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的分量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需要靠掉点滴 掉这个类固醇的点滴呢 去把我们的免疫系统压抑下来 因为如果免疫系统再继续市场的话呢 那对于我本身身体的器官呢 跟整个身体的机能呢 就会更严重的去破坏 甚至会对手会有危险 那如果我再给我压 把整个免疫系统的这个问题压抑下来呢 基本上我的整个肺炎呢 这个新冠肺炎呢 就会进入了第五期了 那第五期就是最危险的一个阶段 而且就是分分钟就会致命了 所以我觉得我奉劝就是所有的人 基本上免疫系统还是我们最重要 我们需要去调理的一个东西 就是在这个新冠肺炎的一个预防里面呢 我觉得免疫系统的正常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的饮食 我们的睡眠 我们的心态呢 包括我们的运动呢 这个都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要给整个身体的机能呢 一直在运作 一直在运作 而不是等到感染了病毒过后呢 我们才去用一种药物去压抑下来 所以这是我最大的感受 当然另外一个感受呢 就是有一种突然间 人生里面呢 真正的感受到一种生理识别的 那种很特别的一种感觉 之前就算有一些病痛 也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这生理识别呢 就是因为这个新冠肺炎呢 我们基本上就是一个人在一间病房里面 是受隔离的 因为我们也不允许有人来探病 不允许有别的人来跟我们接触 除了护士跟我们抽血 打针 掉点击以外 那医生呢 每一天也是进来一次 然后每一次可能也可能是几分钟到十分钟 那他就走了 所以一整天基本上呢 我们都是孤独的一个人 在这个病房里面 那感觉呢 就是你会感觉到很彷徨 很无助 因为这个病毒就是没有药可以抑制 没有药是可以真正去抵抗这个病毒的攻击 唯有靠的是你本身的身体的机能 甚至是一个免疫的能力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免疫能力是长的话呢 免疫系统又会再攻击回你 所以更加的雪上加霜 基本上这个病毒就是那么的一个恐怖 可以讲是用恐怖来形容 而对于每一天的禁令呢 都是早上 大概五点半早上 护士帮你打针 然后抽血了过后呢 那我们大概11点 12点 这个医药报告就出来了 然后医生呢 就会拿这个医药报告 来跟我们去解析到底我们的这个进度 是好还是坏 所以这个呢 就有如一个生死的一个阶段 每一天你所听的那个数据呢 就好像你可能会更加的失落 你可能会觉得有进步了 你就觉得很高兴 觉得人生仿佛会有希望了 那也因为我们是受隔离的 万一 万一 如果真的是我们有什么事情 而离开这个世界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连亲人 亲人的最后一面 我们也无法再见 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一个事情 我相信在马来西亚现在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因为马来西亚的那个病毒的这个感染率跟这个致病 致命率非常的高 现在非常的高 所以有很多的人就是可能是最后通过视频跟家人道别 这是非常可悲的 可悲的 因为整个病毒本身呢 它已经是变种了 变种 而且现在尤其是这个Delta Delta就是由这个印度所传出来的这个病毒呢 它的致命率非常的高 而且它的这个症状已经是变化了 之前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毒 初期的病毒呢 基本上我们会觉得有咳嗽 可能是没有这个味觉 没有嗅觉 会发烧 会有或者是呼吸有点困难 这个是之前的没有变种的这个新冠病毒的症状 但是现在所谓的Delta病毒 就是印度所传开来的病毒呢 这个病毒呢 现在的症状已经是产生180度的整个变化了 就是呢 咳嗽可能会有 但是呢 也会有伤风 伤风的感觉 所以它就好像是一个感冒 就是好像是一个流行性感冒的一种症状 所以现在世界上呢 有很多人感染的也不知道 因为它基本上就好像一个流行性的感冒 就是好像有这个所谓的伤风啊 一些小咳嗽这样子 而它们呢 就还以为是普通的感冒病 而真正因为这个原因呢 我觉得病毒也变得聪明了 它们也进化了 也让我们人类呢 开始更加难的去检测到它的存在 这个是我觉得这个病毒更恐怖的地方 而真正的挑战呢 我觉得是从现在才开始 而不是去年 不是去年 因为之前的病毒 基本上我们也有一套 算是蛮完善的一个防疫的一个方式 甚至我们有针对之前病毒的一些疫苗 当然我知道有人赞成打疫苗 也有人反对 它肯定它是有它的好处跟坏处 OK 这个我们可能待会在谈这个疫苗的问题 但是重点就是 重点就是 这个病毒呢 已经是进化 已经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一般上的病毒呢 可能一年时间才进化一次 才变化 才变种进化一次 但是这一次的四级病毒 新冠肺炎这个病毒呢 基本上每一个月都在进化 每半年时间呢 已经进化了 这半年呢 已经进化了大概六次到七次了 已经变种六次到七次了 所以这是我们值得 非常要注意的一个事情 就是现在的新的变种病毒呢 也不是我们之前所看到的 那个很容易兑付的一个病毒 所以我敢认定 真正人类与病毒的抗战呢 是由这一刻才开始 而不是以去年的时间点 作为一个判断 而且现在所有的疫苗呢 也是针对半年前 甚至一年前的病毒所研发的 那到底新的这个变种病毒呢 就是我们的疫苗呢 对新的变种病毒的 有效率会有多高呢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 就举这个例子 英国的例子来看 英国已经有56%的成年人 也就是3000万个成年人 已经接种了这个疫苗 已经接种了两剂的疫苗 但是最近的数据表示 共有30%死于新冠肺炎的 这个人呢 英国人呢 他们是接种了两剂疫苗的 也就是说 现在的英国呢 基本上有90%的感染呢 是来自这个Delta病毒 也就是印度的变种病毒 这病毒的非常大的感染率 而且的症状也不明显 所以90%的英国人感染这个病毒呢 是Delta病毒 而这个病毒呢 对于那些已经打了疫苗 两剂疫苗的人呢 有30%也会因为这个Delta病毒而致命 他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强烈的讯息 也就是说 现在的病毒 也就是说 现在的疫苗 它未必对变种病毒 会产生更大的有效率 我要重申一句 其实基本上呢 我是完全没有反对接种疫苗 在我之前的视频呢 我也是没有反对接种疫苗 当然它有存在 它可能未知的一种副作用 或者是未知的一种 以后的一种后果是什么呢 是没有人知道 我只觉得 因为临床 临床实 我只觉得 因为临床实验的这一个 时间点不够 基本上我们是需要 三至四年时间 对于一种病毒的临床实验 它的安全性及有效性的 这个试验 但是对于新冠病毒来讲呢 短短的半年 一年时间里面呢 我们就推出了这个疫苗 所以呢 它是有机会 能够帮人类 帮全人类 降低这一个感染的 这个几率 甚至感染过后呢 它的致命率会降低 这个是根据 这个是根据现在的数据 所显示的 但是 当然 反面的 它也有机会 致命 就是打了疫苗过后致命 当然 那个比例 是非常的低的 所以 如果现在在 毫无选择的情况下 在全世界 如果是没有 另外一个方法 能够去抵抗 甚至是降低 这个病毒的感染率的情况下呢 我还是 鼓励大家 可以去 接种这个疫苗 因为 我们已经没有 其他的方法了 我们已经没有 其他的方法了 这个是 我想讲的一个东西 当然 它会否有副作用 会否致命 会否有其他的问题呢 那个 我们 已经是 不能顾虑那么多了 就是我们全人类 现在 必须达到的 就是一个 群体免疫 群体免疫 可能在这个 疫苗接种里面呢 我们需要牺牲 很少数的人 的一些性命 但是对于 大部分的人来讲呢 如果真的是 有一朝一日 达到群体免疫的话呢 那基本上 基本上 我们 才会有机会 能够抵抗的 这一次的这个疫情 而这个 疫情 会 几时 很多人问我 在全世界 很多的朋友都问我 到底 疫情 这个病毒 会几时消失 所以 其实在我之前的视频呢 我已经有讲过了 基本上 这个病毒呢 我认为 它是不会消失的 只有 我们人类 增强了自己的 免疫力 才能够去抵抗 这个病毒的伤害性 群体免疫 是非常重要的 只有通过这个呢 那病毒呢 它就会 减低 降低 这个致命力 降低这个致命力 甚至这个感染力 那 它可能以后呢 会变成一种 流感性质的 一种病毒 或者是 每一年 可能一两年时间呢 它就会再 再回来一次 但是呢 我们也不需要 再进化了 因为基本上 这个病毒本身呢 它的致命率 已经是 非常的低了 所以它就像是一个 流感 或者是一个流行性感冒 这一种 病毒的 这种性质 这是 我认为 病毒以后 它会慢慢的进化 以人类共存 那 要以人类共存呢 肯定 就是要降低 它的感染 跟这个致命力 才能够以人类共存 不然的话呢 人类会 想尽方法 去对付这个病毒 因为它对我们 全球的公共卫生 已经产生了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威胁 所以我认为 在今年 接下来的 未来半年呢 基本上 我觉得不乐观 我认为这个病毒 一样会 反复不定 甚至更严重的是 在年尾的时间 在年尾的时间呢 我认为这个病毒 是达到另外一个高峰 尤其这个病毒呢 会由今年 东南亚 跟南方的国家 今年是比较严重吧 这个其实在玄学上来讲呢 也是有根据的 因为今年我们讲 在全空飞行来讲呢 五黄位 五黄就是最凶的一个位置 在东南方 所以今年东南亚的这个疫情呢 肯定是不容小亏 然后呢 当然是东南方 也包括这个南方的这个国家 就是印度 这个东南亚 包括马来西亚 包括泰国 这个 印尼 这个新加坡 甚至台湾 香港这些 也是属于东南部的 偏东南部的国家 所以 基本上 我们的疫情呢 都是不乐观 但是 这一个 疫情呢 它走向呢 整个病毒走向呢 我认为 它慢慢 会转向去 西北方 和北方 也就是说呢 在年尾的时候呢 在接近年尾的时候呢 反而是 西北方的国家 或者北方的国家 会更加的严重 会更加的严重 它会有一个 根据 这个 风水的这个盘 跟这个 起门遁甲的盘来看呢 基本上 年尾会去到 北方的国家 或者是西北方的国家 其实听您这样讲 那怎么说呢 我是觉得 有乐观的一面 也有悲观的一面 那悲观的一面 就是说 这个病毒是 无药可医的 然后病毒 每一个月 都在进化当中 你非常快的速度 在进化当中 你琢磨不到 就是你之前 半年之前 研制出的疫苗 其实也没有 很大的作用 实际上 未必有效的 未必有效 未必有效 也不是说完全无效 对 但是听您这样讲呢 就是说 增加群体的免疫力 是非常重要的 对 如果是这一点的话呢 然后你又讲说 可能未来 它的致命率 没有那么高 那人类会学会 跟它共存 应该是说 病毒会学会 跟人类共存 病毒的进化 因为病毒 它是一种生物 而这种生物呢 虽然它没有脑袋 但是呢 自然界 就是那么奇怪的 它们会顺应 整个情况 而达到这个 生存之道 我觉得这个是 病毒 我们可以讲 它聪明的地方 其实你从 选举角度来讲 会不会认为 病毒 也是有生命的呢 或者是人类社会 我们小的时候 经常听老人家讲 人类社会 会有自然灾害 那这是上天 对世人的惩罚 那从另外一个 角度来讲 是不是也是 当间世人 走到一个阶段 需要重新自行 那这个可能 我们下一步再谈 这个问题 我们就疫苗 这个话题来讲 那我看您的节目当中呢 您有曾经讲过 就是国际之间 会在疫苗 这个问题上 有一个争夺战 还有一种 政治势力的操控 在这种争夺战 和政治势力的操控下 会产生新的殖民主义 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会一些国家之间 会利用疫苗 去有一些政治性的一些妥协啊 或者是构兑啊 还是一种操控暗黑的势力 介入其中 是不是这样子呢 这个当然我没有讲是肯定的 但是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啊 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其实以现在的世界局势来讲呢 这个情况已经开始发生了 至于会不会演变到一个新殖民主义呢 那个可能要看后续的这个发展 那你看整个世界的局势 现在就是我们有先进国 有发展中国家 有落后的贫穷国家 那其实现在贫穷的国家呢 基本上是很难得到疫苗的 对 最近这个G7 G7七国峰会 刚刚完毕的七国峰会 他们才讲了 他们会捐助10亿剂的这个疫苗 给这个贫穷国家 10亿 OK 但是隔一天呢 世界卫生组织呢 就站出来说了 他们说10亿剂是完全不足够的 真正的实际数据呢 是多少呢 是110亿剂 才足够给贫穷的国家 达到这个群体免疫的这个效果 所以你看 很多国家呢 我觉得他们只是做一些表面的一些 一些动作 一些功夫 让世界去赞扬他们 让世界去认同他们 或者是让他们的盟友去认同他们 甚至拉拢更多的盟友去参与他们 我觉得很多是因为 这一个表面的一个动作罢了 基本上 大家都知道 今天要抗议 我们全世界呢 必须达到70%的人口 才能够达到群体免疫 而先进国肯定是最快达到的 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先进国或是疫苗研发国 研发疫苗的国家呢 他们自己收藏了很多上千万上亿剂的疫苗 不要提供给其他国家 那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性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疫苗就是一个筹码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现在我们都懂 西方跟东方是有一个拉锯战 拉锯战就是美国 这个北欧 最近北欧峰会也是针对中国跟俄罗斯 对吧 也就是西方跟东方 未来都会有更大的一个拉锯战 在这个新冠肺炎发生之前呢 这个战争呢 是贸易战 但是现在大家想一想 整个贸易战情况好像已经被淡化了 对吧 对 真正能够影响未来世界 你结盟 你的盟友 你的国家有多强大的 OK 除了科技以外 就是这个疫苗 而不是战争 我认为就是疫苗的战争 在至少在这两年 三年里面 就是疫苗的战争 那我们可以通过疫苗 去拉拢一些国家 如果说不好听 甚至 甚至去威胁一些国家 加入你的一个联盟 甚至是跟你签署一些不平等的条约 然后我就提供你们这个疫苗 去救你们国家的人 所以这是我认为的 当然这不是阴谋论 因为我觉得 现在的国家 尤其是西方跟东方国家的 这个拉锯战已经百热化了 而我们也不难发现 现在只是昨天的新闻 昨天是前天的新闻 这个法国 法国已经是公布了一个新的一个禁令 就是说呢 现在要去法国的人呢 只允许他们接种这个西方的疫苗 就是讲 你只有接种了西方国家的疫苗 你才能够进入法国 如果你是打这个中国的疫苗呢 你是不被允许进入法国的 那我们从这一方面呢 我们就看得到 基本上 整个疫苗已经是被政治化了 当然中国的疫苗 也是在今年的五月份 才被世界卫生组织 作为这个紧急批准使用 那我们也知道 其实我们都知道 中国的疫苗也是蛮不错的 它的这个有效率也蛮不错 它的这个致命率也蛮低的 但是为什么 这个属于西方国家 所掌管的世界卫生组织 为什么会针对中国的疫苗呢 那肯定整个东西呢 就是已经被政治化了 政治化了 所以我说 我从未反对接种疫苗 只不过我认为 这个疫苗呢 会变成一种武器 让许多的先进国家 去针对 或是我去打压我的对手 或者是我要重新拉拢 我的盟友 甚至我新的一些国家 加入我的联盟 尤其是在现在 西方跟东方 都在积极的拉拢盟友的同时 所以这个疫苗呢 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为什么 他们才会把这个疫苗 收起来 不要提供给别人 所以我觉得 不是讲阴谋论 但是它肯定会有 政治化的一个情况 而且呢 西方国家 尤其是美国 在印度非常严重的时候 在4月份 5月份 在印度的疫情 非常严重的时候 美国也不愿分享 它的疫苗的专利 它的研发专利给印度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研发专利呢 就是他们最强的一个筹码 如果我们是抱着 真的是要去帮助世人 就帮助全世界的话 一重去抵抗这个疫情的话呢 我们应该就放弃这个专利 我们就应该把所有东西 分享给全世界的人 让全世界的国家 更加快速的去研发 更加多种类的疫苗 那我们才有可能去达到 70%的群体免疫 如果现在只是 其中几个国家 研发疫苗的话呢 其实我非常不看好 在未来的一两年 我们会有群体免疫 如果是要靠这个 疫苗所达到的群体免疫 70%呢 其实我不看好 只有先进国 或者是疫苗的研发国 在你们可以 在这些国家 它可以公开 公开这个formula 这个方案 这个疫苗研发的 这个里面的这个元素 里面的这个所谓的那个东西 那我才觉得 公开了给全世界 不同的国家 一同去研发 更加多种类的疫苗出来 那整个进度呢 才能够达到更快 现在我们看了 许多的国家 先进国 他们都是只顾着自己的国家的人 对吧 这些国家就是尽量要快速的接种疫苗 达到群体免疫 但是呢 甚至是他们邻国 他们也不会去照顾 甚至他们的盟友 他们也未必会照顾 只是在媒体表面上 去宣布一些 可能捐赠疫苗的一些动作吧 所以我觉得整个东西 都非常的虚假 也应验了 今年的整个植连挂 植连挂就是山火壁挂 山火壁挂呢 就是整个森林 森林原本是青春茂盛的 结果山下面来了长大火 那火由下烧至上 因为山火壁呢 就是上面是火 上面是山 山火壁呢 上面是山 下面是火 火从下烧至上 而这个问题呢 也就是说 迟早在今年的 尤其是下半年里面呢 真相就会慢慢被揭开 问题呢 也会慢慢的开始被揭发 然后慢慢的出现了 加入荣誉会员 和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守护十四亿中国人 获得真实资讯的权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